好 这里是要来radio中网流星网 欢迎再回到理财生活通 第二个小时的节目现场 我们今天要跟大家来导读一本书 叫疫后大未来 那么这本书会让大家能够看到 这个危机还是有更多担心的地方 其实在这本书端都会看到 更多担心的一个地方了 今天跟大家聊聊这本书 也会跟大家来谈一谈 那么未来台湾餐饮 或者是在整个疫后 包括房地产 会有哪一些的一个变化 好 我们欢迎一下 我们线上连线的来宾 是风传媒财经中心的主任周祈元 老周好 哈喽 大家好 你主任啊 你升官啊 不敢当 不敢当 哎呦 我就怕要回答这个问题 我觉得废荣还蛮厉害的 他怎么知道你升官 对啊 我也不知道 他怎么知道 我也不知道 太厉害了 太厉害了 情收 情收很厉害 你升官要讲啊 升官不能讲啊 万一马上就知道这母言 对啊 这样不行啊 那个我们来跟大家导读这本书啦 我觉得其实是蛮有趣的 先跟大家讲一下这本书 这本书其实它是之前有出那本 就是四骑士主宰的未来嘛 对 他是同一个作者 所以他这本书里面 他花得相当大的一部分的篇幅 其实他去回顾一下 他介绍到的这个四骑士 在疫后的这一年间 甚至到现在已经算是一年半了 大概发生了一些什么样的情况 那这四骑士到底是变强还是变弱 还是在未来的机会是看来更大的 这个作者其实说实在的 如果会跟他聊天的话 我觉得他应该是一个毒蛇派 对 我觉得他就是那种 在那种选秀节目里面 可能会就是一直挖苦你的那种 因为他在这本书也有一些蛮 我觉得当然看起来是很逗趣 但如果你是被他点评的话 可能就没有那么愉快了 对对对 不过他提出的一些场景 或者说一些想象 其实今天看起来已经不全然是想象了 因为我们才刚刚解封嘛 但是其实像英国也好 像美国也好 其实他整个的进程其实比我们快 那我们当然就要去思考 我们今天如果我们解封了好 三个月之后 我们会不会也开始思考同样的问题 所以我觉得今天其实很多行业 都在思考这个怎么转线上 甚至是不是大量的转线上 大量的转到虚拟区 营运的这样子的一个场景 那我们跟大家来聊一聊 他有多毒蛇 我有先看到他最毒蛇最经典 然后也觉得也是我生活的那个写照 真的讲得很对 他讲第一个就是企业视角 我们来看看疫情发展是这样 他说第一个要坐困在家 第二个开始追Netflix 第三个开始讨厌我的配偶 第四个开始讨厌我的子女 然后再过三十天之后 大家开始帮贝佐斯付清他的离婚赡养费 对这段事情蛮好笑的 很好笑 非常好笑 因为贝佐斯前两天上太空的时候 他也引发了一个公关危机 他下来之后 他不是就接受采访 然后他不是就讲说 这个要感谢亚马逊的员工跟顾客 因为我上太空都是大家付钱的 然后我就觉得这话好像也不能这么说吧 对但是他当然他说的是事实 因为说真的 其实我觉得台湾的听众朋友 或者说读者 对于亚马逊当然是很不熟悉 但是其实这几年 随着亚马逊的业绩不断的增加 其实美国人对于亚马逊 是有一种非常复杂的情绪 如果你是他顾客的话 当然你会非常习惯 你会非常喜欢这家公司的服务 跟他的品质 但如果你作为他的劳工 或者说你作为一些 比如说环保主义者 或者说作为一些劳工主义者 其实你看到亚马逊这样子 其实我觉得心里面的感觉 是会很复杂的 因为他把整个劳动的环境 不能说是血汗 但是他控制的非常的紧 所以大家对于贝佐斯 有这么高的身价 然后对于他讲这种在美国人耳中 听来非常不是智慧的话 其实当然这是事实 但会让人家对这家公司 我觉得整体来说厌恶感可能会增加 其实这不是一件好事 可是说实在的 我觉得在疫情之下 那个科技的迫切性越来越强 你说现在谁不是在网路上订东西呢 然后直接就deliver到你家 你会觉得很方便啊 对然后我觉得台湾或者说华人 一直都是有土私有才的这个观念 那台湾其实过去这几十年 店面或者说这个商圈 金店面这个店网的概念 已经升值人心 但是在过去三个月当中 这样子的做生意的模式 其实是非常受到挑战的 那当然你可以说对房东来说没差 对地图来说没差 你说东区茶街 这个店面都跑光了 他根本没差 他赚你一辈子了 他怕你啊 他怕你三个月没租金 没错 其实这个讲得多 我觉得都没错 但店面你也有交给下一代的时候 你不可能自己拿一辈子 那你的下一代 你赚了五十年没有错 但你确定你的下一代 能够用同样的方法再赚五十年租金吗 看起来是没办法 那如果是这样的话 我觉得大家对于这个实体经济的这个想象 就要大大的去重新评估一下 就是我觉得就拿这个林聪明砂锅鱼头 我前两天在新闻上面看到说 他们还是暂时不开放内容 他们还是要继续卖外卖这件事情 我就蛮有感触的 因为芬姐你有吃过这个砂锅鱼头吗 有啊 我去嘉义必吃啊 我都还没有吃过 还得排队耶 对那我就觉得OK盘鲁 那我就买他的那个那个外送包回来吃嘛 那你想想看他为什么不开放 在嘉义当地应该开放了嘛 开放内容 但他还是不开放 因为我们说到底 我们做这个这个 做生意 当然就是要赚钱嘛 可是如果假设有一个小事业者 不要说林聪明 有一个小事业者他赚钱 然后不小心 有一个确诊者来过店里面 就会害他要停业三天 对啊 那他就赚不了钱 所以就从正的变成富的 他不但赚不了钱 他还要关门三天 而且大家还会说 你看这家店曾经确诊过 哦 我们是不是不要去吃 所以这个疫情这件事情 我觉得对于实体经济来说 特别是餐饮 我真的觉得餐饮有的影响 会非常非常巨大 他会可能会永久的改变 特别是台湾这个餐饮业的 用经营的模式 因为说实话 大家可能也都有概念 就是说餐饮业租金 占了非常大的一个比例 那假设今天 我们就拿东区做例子好了 我在这个东区 我在金店面 不要说第一排 第一排巷子里面 做生意 可能租金 可能占到三成五成 但说真的 假设在这个后疫情时代 我把它搬离东区 假设比如说 我搬到长安东路好了 或者说 比如巴德路的巷子里 真的有差那么多吗 反正内用的人 本来就已经不可能 跟以前那么多了 那我找一个 门口比较宽广 甚至有庭院 方便这个外送机车 停放的一个小店面 是不是有可能比一个 所谓的黄金店面来得更划算 因为我的阻力有可能变成 在家吃的人 而不是来吃的人 而且你想想看 假设我们都不开放内容 因为现在内容限制很多嘛 什么隔板啊 要距离多远啊 那我为了二分之一的人流 我还要再打扫 然后还要再清洁 然后两个小时 要喷一支酒精 说真的我不觉得 那个又很划算 我朋友开餐厅的 他就跟我讲 他说如果要梅花座 要降载 只有一半的客流量的话 他是没办法赚钱的 真的 他连房租都赚不到的 真的真的 不要做内容 真的 所以我觉得 这会慢慢的吸引 一件事情发生 就是搬家 他可能迁出这个百货 迁出新义区 说真的 假设是同样都是 以外送为主的话 他在新义区的百货里面 做店面 跟他在永春站 在后山匹 找一个比较宽广 同样的住进 找一个很大的地方 然后呢 专门是给 给这个外送区建用的 他的效果可能还差不多 对啊 而且没有每个月 都要固定交给百货这一层 所以我觉得 整个生意模式 会慢慢的 逼着大家重新思考 那同样的 也要逼着这些房东 重新思考 你是怎样 非要这样出不可 你是觉得 疫情就是挥之不去吗 不会说疫情远离 然后天气中情吗 不会挥之不去 他一定会远离 但是他只要一季出现 一次 这些餐饮业者就很烦了 对 所以消毒这件事情 或者说疫情 怕感染影响官门 不能做生意这件事情 他会让这些内用的业者 始终对业这个内用 保持距离 保持一个恐惧 这的确是疫后一个 餐饮业最大改变的地方 对 然后你刚刚讲 黄金店面也会改变 我们先休息一下好不好 我们进一下广告 待会继续再聊 好我们跟这个周祈元老周来聊一聊 因为刚有聊到了整个在疫情过后了 这个未来会是一个什么样的状况 我们可以看到目前改变最多可能就是餐饮业了 那餐饮业如果说做这个外带或者是外送 你刚刚讲也牵动了几件事情 第一个当然牵动这个租金黄金店面的问题 对 好那所以台湾的房地产或者是说这个黄金店面可能会成为过去式吗 不敢说过去式 但是我相信房东自己现在也已经在认真的思考 就是说第一个我是不是要维持这么高的租金 维持的话那如果这些餐饮业都跑掉 那我要租给谁 这件事情 因为说真的外带外送除了这个餐饮业之外 我们可以思考一下 现在东区中校东路第一排扣掉餐饮业 有哪些还有哪些行业 当然就是一些比如说首饰金饰 然后一些名品店 但我们就当疫情会走掉好了 假设没有疫情了 大家会不会开始重新自己安排自己的生活秩序 当然会 所以整条的中校东路 或者说整个其实全台湾每一个商权都是如此 就是那些衣服或者名品 它有没有可能变成一种封闭式的 然后比如说今天晚上 就是给某一些报名的朋友 这是比较高级的店面 那假设是某些服饰店好了 它会不会变成线上跟虚拟跟实体并行 也是有可能的 那这样的情况下 它不会是一个我开门 然后开冷气 然后找几个店员 然后来等着大家来做生意 我觉得应该不会是这样子 甚至我们来想象一下 未来店员的阻力 会不会变成在荧幕前面跟大家聊天 然后试穿衣服给大家看 我觉得是有可能的 它就不是等着你走过路过 然后来上门来逛一逛吹冷气就走了 我觉得应该不会是这样子了 我最近也看到就是很多的百货公司 他们其实当然有还做一些线上的一些活动 那当然拍得很漂亮给你 那如果说你有兴趣的话 他就会派专人拿到你家给你看 对 因为大家不敢去逛 对 那因为我是高价的嘛 对不对 你给我买个几十万上百万的 我一定送到你家让你看一看 摸一摸试穿一下 然后才那个 那有没有拿去云粉姐家 没有 哎呀 这样就不对了 就是吗 这样生意怎么做呢 对不对 所以我在讲就是说 以后可能是线上加线下 我不可能在线上刷个一百万吧 然后我都不看吧 对 我相信就实际要让你做出消费 这个动机的趋势 应该某种程度上眼见为凭还是需要的 但这样子的东西 当然价位不会是太低的嘛 所以你就看到 其实在过去三个月 台湾有一个实体行业 非常的凄惨 就是书店 大家会觉得就是 那我就网购就好了 难道我会买到一本封面 完全不一样的书吗 不可能 所以书店其实是 我觉得是 大家要认真思考 政府机关应该要认真思考 我们是不是应该 在税务上或者在某些方面 给它一些更多的补助 不然它的实体的商品 在线上 因为完全没有差异性 书店受到的冲击是最大的 对 那当然 我觉得有一些不可替代性的东西 举例来说 金氏 钻戒 我刚才提到这种东西 可能它被替代的这个程度 还是小一些 但是它未来 必不可免的是 它也要扩大在 税务委方面的布局 所以我觉得可以认真思考 大家未来在找工作的时候 也许这种小编的工作 然后这种线上的一些 影音教学的一些东西 你可以开始学习 因为未来的机会 真的是各行各 也都需要这方面的人才 对 的确我最近也看到 很多的这个老店 几十年的老店 甚至有人说 近百年的老店 他们现在要想尽办 因为现在可能都第三代 或第四代在接手了 那他们也在想说 我到底要不要做冷冻包 对不对 我要不要去做宅配的市场 我要不要跟这个 线上支付的人来合作了 所以我觉得这个也是对 要接班或接棒的人 有很大的一个考验 对 因为这个说到点单 刚才说到学习 我觉得大家在餐饮 这一行可能 当然说真的 第一个 以前人力都是做钱 那个是内厂或外厂 真的没有时间 在研究这些网络的东西 这个用词真的就是这样 大家会觉得说 那个不就是FB 开一个页面 然后一直贴菜单 一直问好就好了吗 其实不是这样 我举例来说 假设你的菜单 是一张PDF 可是现在人都是用手机 不是用电脑在看 那你一张PDF 你手机就要放大放大放大 两只手指在那边放大放大 然后它看到很详细 那你那张PDF 哇 边边上面有80道菜 我的天哪 你那道菜到底多少钱 你那道菜原料到底是什么 看不清楚 这是一个很简单 但是大家很多人都犯错的一个数位行销上的一个很要命的点 你是不是应该用一张 用10张照片 每张照片上面有8道菜 放在FB上面 还有放在Google地图的那个评论上面 这样子是不是可以取代 同样是80道菜 但你用10张照片去取代一张字非常小的PDF 像这样子一些细微 但是使用者在实际接触的时候会非常负面评价的这样子的一些美感 我觉得是大家应该要特别注意的 的确是 所以未来行销 然后数位能力的人 这也是在意后我觉得会急切需要的人 所以你看我们刚前一段讲可能有人会失业 像我过去有很多朋友开餐厅的内外厂的人 现在都要转型去做外送了 对 但是外送说真的 他这本书里面也有提到 很多很多这个运送的部分可能会是一个成长的机会 但是不可讳言的 其实外送完全是被演算法掐住的一个行业 他今天跟你说调高 那你就可以多跑几张 但今天如果说他每一张降低 那你就都要多跑几张来cover这个支出 我觉得他某种程度上也是挺辛苦的 所以你看这两天中国股市科技股为什么大跌 我们待会来聊这个好不好 就是外送人员的事情 我们先休息一下 欢迎欢迎理财生活通 我是夏云芬 那么今天我们线上连线的来宾是 风传媒的财经主任 主任 这个周祈元老周 说一次就好 说一次就好 没有关系 我怀疑你是有自己的办公室 因为你的回应有点大 这个是一个专门电话会用的小房间 那就是你的房间吗 不是不是 共用的 这个一定要说明 我怕老板在听 他应该帮你升官 帮你加薪 你做这么多 不敢不敢不敢 那我们刚刚讲到 我觉得老周真是很厉害的 因为其实中国最近在讨论一件事情 也就是外送人员的最低薪资这件事情 对 大家如果 如果有看过去年有一篇文章 就是是一个 我记得是一个 一个博士生 是不是北大 我有点记不得 但是是一个中国 算蛮有名的博士生 去送外送 然后他就说 他觉得他送了几个小时之后 就累得不成人形了 然后他发现跑了一天下来 其实待遇是非常少的 对 然后他在接受专访的时候 就说出来说 其实这个演算法 真的是就是 掐住了你的神经 他今天掐的用力一点 你就要跑多一点 他今天掐松一点 哇那你就很好做了 像其实 熊帽跟UberE 刚来台湾的时候 给这个外送员的薪水 是比较高的 对 不能说薪水 给他的这个费用 是比较高的 所以很多人就开始做这一行 那现在 其实我 据我所知 我观察到的是 其实青年失业率是很高的 去年第一次疫情来袭的时候 台湾守得很好 可是去年的 大学毕业的新鲜人 真采这个 这个求职情况就不理想了 那你可想而知 现在已经七月底了 现在今年的毕业生 已经大局出荣了 今年的失业率 在接下来几个月 又会怎么样呢 特别是青年的失业率这一块 那还有失业率找的是 这个统计的母数是说 现在还有在找工作的人 假设你找工作 你越早越久 这个时间越久 其实你越难找到 那这些人有没有可能灰心 退出劳动市场 是有可能的 所以表面上 也许这个 这个失业率 我相信在接下来几个月 应该会随着台湾经济情况 好转而慢慢下降 但这个下降 究竟是因为大家都找到了工作 而下降 还是因为 大家开始有一部分人 终究找不到工作 退出了找工作的行业 因此不会被统计到 这个数字的区别 其实两者都是下降 但是是有区别的 那回到刚才这个 以后到未来 他有提到 这个未来的 整个经济的生态环境 我有提到 中国的科技股 这两天疯狂的下跌 其中一部分是因为 新东方这些教育股被查处 但另外一部分是 中国政府要求 美团必须要提高 对外送人的待遇 但这件事情 其实不只是中国这样子 就是我们不用放大解读 说中国要严打这些业者 因为之前 Uber一直在各国 也是碰到类似的情况 比如说美国 不是也同样要求说 他要针对他那些 Uber的司机 要视同劳工的待遇吗 对 因为美国的健保 医疗是非常贵的 如果你不把他视为员工 给他一些健保福利的话 他本身其实 他在劳动环境上 是相当受限的 相当不利的 一个弱势的位置 所以人或者说 扮演劳工这样子的角色的 我们 郁芬姐 我或者是其他很多 现在的听众朋友 其实我觉得在未来 他会碰到一个 机器演算法 越来越能够取代 你的一个情况 其实 亚马逊的股价 涨得这么高 他其实这本书里面 也花了相当 相当大的篇幅 去讨论亚马逊 单一一家公司 我有个感觉 就是我看完之后 我会觉得说 其实贝佐斯 他创业这二十几年 他一直在做一件事情 就是尽可能的把人 能办理的角色 用机器去取代 用演算法去取代 那很不幸的 他真的都有做到 所以亚马逊 除了比如说开车 还是要人开 但有相当大一部分 比如说这个仓库 理货都是机器人在理 对 对啊 你挑了哪些东西 都是机器人去帮你选 然后他不用对球警 他可以24小时的工作 然后他也不会很累 他不会跟你罢工 然后他不会跟你要减薄 所以你的角色 会慢慢的被机器取代 很不幸的是 我觉得金融市场是 高度战赏 然后是非常崇拜 这样子的情况 因为他的效率 实在是太好了 那这就造就了一个 我觉得你也可以说矛盾 也可以说反常 我们人类手上握的资金 是去崇拜那个 想要用机器跟演算法 去取代所有人类的老板 这件事情真的蛮奇怪的 其实你说这本书 他从这个四骑士主宰的天下 如果你没有看书 你会以为他在歌颂这四大骑士 甚至他有预测第五个骑士是谁 你在看这本书的时候 其两本书他都在痛骂这些企业的 其实这些企业有些是该骂的 像最近我们除了发现到说 这个脸书 你看他演算法不断的在改变 然后脸书不断的在诈骗 那你说有用吗 监局有用吗 没有吗 你也被骗不是吗 听说你也被骗啊 对啊 我们就要买那个王师傅金月娘 买到那个大陆来的献柄 真的假的 就是我们回头去看说 怎么会收到这个东西 才发现那粉丝团是假的 整个粉丝团是假的 然后他的图片都是偷那个王师傅的图片 你看我们费荣的情资收的怎么样 他都知道你被骗 所以我就觉得 但是我们后来在网络上搜寻了一下 才发现有的类似事情的实在太多了 多不申诉 而且很多人都是因为几百块 那就酸了 可是对这个这样子做事的 这一方来说 社网站的这个人来说 他的成本几乎等于零啊 因为他只要投一些些钱去下广告 去下FB广告 他的图又不是自己拍的 他只要用一个Google表单 然后随随便便可以这种动辄 就诈骗几百个人 那下次再换另外一家 比如说这个伯尔家 伯尔家做完之后 是不是做离记 每一家轮流来玩一次 可恶耶 然后每一家的糕丙店都被他玩一次上誉 大家都以为说是这家点片的 对啊 所以回头来看就是说 这说明一件事情 大家在资安这件事情上 可能要花比以前多很多的力气 以前不要说太久以前 十年前 我们所谓的资安可能就是 不要乱点网页 对 怕会中电脑病毒 就是这样而已 可是以后不一样 以后可能你去到的那个网站 比如说你点的这个菜 完全都是假的 他可能是根本就没有这家店 或者说像是幽灵厨房这样子 讨厌死啊 对 照片很好干 但其实东西很难吃 或者是很不卫生 是啊 我跟你讲 我们最近也是一堆人都被盗图啊 真的吗 对啊 我也是被盗图啊 然后说 那个赖群组那个 对 那就叫你家群组 他也是在脸书上面啊 就跟你讲说 叫你投资啊 报你名牌啊 一起赚大钱啊 做公益啊 骗人的啊 然后检举也没有用啊 你跟赖检举也没有用啊 你去报警也没有用啊 对 因为没有一方可以告诉你说 这个人到底做了什么错事 对 到底科技带给我们什么样的好处 也带给我什么样的坏处 这本书有讨论到 我们待会讨论好吧 我们先休息一下 进一下广告 好我们持续跟我们的 凤传媒的财经中心主任 周祈元老周来聊一聊了 刚才我来看到这个 这个非凡还在讲 这个Apple 那么他交出了 亮丽的成绩单了 那另外呢 我们也刚刚也 从这本书当中也知道 像脸书像Google 几乎赚尽了所有的广告的钱 但他不用负任任 对不对 一页式的广告 诈骗的广告 反正呢都无能为力 连我去报警呢 都是无能为力的 因为呢 这母公司 对不对 你要去美国 你要去调 这挺麻烦的 对真的 很麻烦啊 然后呢你被骗 你就这样被骗了 像你这样的人 应该也很多吧 我还没有一份解 那么有名啦 所以这件事情 应该还是有先后之分 我宁愿吃到金月娘 真的是 今年一定要 去永和现场 拍金月娘 真的白都气到 真的 真的气死 那我们来看到 其实科技对我们来讲 的确是有它的迫切性 有它的迫切性 可是我今天也在跟费荣讲一件事情 你看那个郑州大水 到最后大家要的是什么 他手机也不能够警示 说有大洪水了 然后他也不能够逼了 他也不能够线上支付了 他要的是现金 他完全没有现金了 所以你跟我们分享一下 我们的确对科技有迫切性 但看到这个洪水来了 也看到了科技 还有它的极限性 你怎么看这个 不管是四骑士 或者是他其实也有讲过了 像我最近 我好像也跟那个奇缘在聊 我说我总算花钱 我去买Netflix 我买KKBOX 我愿意花钱 因为以后太无聊了 对因为在家里 真的我必须说 跟另一半关系会变差 会变很差 真的 可是你还有煮饭 这个偶尔还是需要 因为真的 一直吃外食也不是办法 这个出门上班 第一件事情是觉得 糟糕裤子穿不下了 因为一直吃一直吃 那回到科技的迫切性 这件事情 因为一本也年年过EMBA 那我觉得学校 学校真的是 大家没有想到一个非常 我觉得挣扎 然后非常痛苦的一个行业 怎么说 教育本身 它也要算是一个行业 可是现在台湾当然很多学校 顶尖大学 台大也好 政大也好 他们说的是 教授 第一个比较老 第二个 年轻的精锐的 新锐的教授 不愿意回到台湾来教授 对 这是一个台湾很重要的一个 我觉得教育层面高教的问题 但是其实你放眼全球 比较好的学校 就说前面那100大大学好了 他们碰到的问题 竟然是说 他们现在财政出问题了 因为他们教授 第一个很贵 政治的 中生子的教授很贵 第二个 他们不能够大力的裁员 因为有工会 可是第三个 去年2020年的 学生入学的 还有真正 有缴学费 有进到学校的 比例远远少于以往 那这就碰到一个问题 就是说 对啊 你还是哈佛 那你还是小友会 还是很厉害 没有错 可是排名中后段的学校 甚至是那些 比较名不见经传的学校 或者说一些地区性的学校 这些大学都碰到 真的可以说是 生死存亡的危机 哈佛 耶鲁 康乃尔 这种全球一线的 或者说剑桥牛津 这个可能还不用那么 太担心 因为我 亚洲少一个学生 我欧洲 大洋洲 一定会有一个想要来 这个补得上 但 但同样一个地方 他也有没那么厉害的学校 这些学校就没有那么多人 可以替补了 这个时候 他薪水 教职员工的 郑教授的薪水 还是要照发 他碰到一个非常严重的财政的问题 那台湾我相信这样的问题也是存在 而且就像他这个在书中讲到的高等教育这一段 排名越是后面的学校 你死掉的机会越高 因为你不要说这个地步名单 你连名单都没有 你的学生全部都跑走了 第一个少子化 第二个 人家都去那些 也许是公立学校 也许是比较近的学校 你那些如果比较稍微偏远一点 或者说没有特色的 然后你排名又比较后面 哇那真的惨了 所以高等教育这一块 大家真的要认真思考 其实去年我们团队 我们用了一个公读生 他就是因为去年的疫情 暂时出不去 后来他还是要出去 那我就跟他说 如果你缴几万块美金学费 你去看录影带 你去进去学校没有错 但是你是窝窝在宿舍里面看录影带 看学校这个同步私讯 那我真的觉得奉劝你可以不用去 我也是这样反对的 因为我也有朋友的小孩 但你当然都认识 他也是考上美国还不错的学校 中部还很不错的一个学校 然后他就跟我说 要不要去 我说如果只是线上教学 你真的可以不用去 因为你去学校上课 你缴这么高的学费 你就是有同学的关系 跟师生的关系 那你又没有这样的接触 又没有这样一个连结 那你去干嘛 对他这个书里面提到 这个高等教育提供的 第一个是文凭 第二个是教育 第三个是体验 那你体验这边根本就等于零 你除了说 在宿舍里面网络速度比较快 比连到台湾来快很多 你有什么体验 完全没有体验 他那个体验是包含什么 秋天的落叶 冬天的下雪 谈恋爱 两个人窝在壁炉旁边 但是对不起 这三项都是虚幻的 都没有 去年内界学生都没发生 所以我就奉劝我那公读生 我就说 这钱不是你赚的 是你爸妈赚的 你缴几万块美金 然后你去那边看看DVD 你去那边同步视讯论 我说你这个文凭拿的有意义吗 你学校健身房你去过吗 他说没去过 学生餐厅你去吗 他也没去过 他都窝在那个宿舍里面 就直接拿东西吃 反正他已经去了 那我一直很祝福他 他才是去了 因为你知道吗 像我有一个朋友 他就告诉我说 外塞工是有念那个 是拿到诺贝尔经济学奖的 你看也就是说 他教授的教授吧 所以他就说他的师工嘛 师出名门 对 你总要师出名门嘛 那我问你 如果你再去念书的时候 你连老师是谁 你可能都不知道吧 应该也是知道 日文上面还是会看到 是看到了 但你也没有跟他有连结嘛 你可能也没去查他 你可能他Google一下 他的师工是不是有得过奖嘛 对 可是有时候都是聊天聊出来的 对 这个感觉就像说 我们就把这种高等教育 本来是古色古像大学啊 然后什么学生会啊 等等的体验 全部都消掉了 变得好像在开视讯回忆一样 因为我们这些稍有 稍有这个社会经验的人 就会觉得 真的有这个必要嘛 那当然对那些 比如说社会 还没有出过社会的新鲜人 还在学的学生来说 确实是有必要的 对 但是我相信 这个比例 在未来的一段时间 假设疫情还是离开了 他只要时不时回来一次 我们先休息一下好不好 我们待会讨论 好我们持续跟周启元老周 来导读这本书 以后大未来 当然我们有聊到 这位作者 他其实非常的风趣 但我觉得他也很重视一点 就是贫富的差距 那么他也提到了 科技的一个发达 企业的一个创新 带来的一个后遗症 那接下来我们还有一点时间了 我们是不是请这个老周 跟大家聊一聊 他其实 我们待会也可以举一个 迪士尼和有钱人通道的一个问题 然后谈谈资本主义 造成贫富差距的一个 我觉得他很深的一个悲哀 我们先聊一聊好不好 就是在高等教育之后 他其实也提到另外一个例子 就是迪士尼乐园 迪士尼他在书中有提到 他很小的时候 大家可能家境有一些差别 这个贫富总是不一样 所以他们彼此都知道自己家境的不同 但是他们是买一样的迪士尼票 经常去玩的 可是到了今天 我相信大家如果 这个迪士尼如果重开 大家还有机会的话 再去就会发现说 迪士尼有那种快速入园票 还有那种贵宾票 跟一般票 那我以前我也不知道有这个差别 我就是买一般票 所以你什么都要排队嘛 但是他就写说 原来贵宾票是可以吃东西 不是说坐在路边这样 是带到贵宾的宝箱去享用 丰盛的午餐 然后快速入园票呢 你只要等十分钟就可以进去 哇我才知道原来 哇这世界真的有钱还是有差 他的光是迪士尼这件事情 就深刻的体验出 哇现在贫富杂局 表现在你的时间 大家如果有看过 看过一部电影 我记得是那个小贾斯丁 跟那个 跟那个亚曼达赛夫里演的 叫终点站 他也是里面讲的就是说 其实有钱人的 到在未来的世界 金钱并不是用数字来 并不是用金钱数量来衡量 是用你拥有的时间 所以那个有钱人 跟他有钱人女儿家里 每一个人都有好几千年的寿命 你都不会死都不会老 那穷人就是每天为了你 明天就会死掉的 说明的奋斗 其实他的感觉有点像 在现在有钱人 就是网速超快的 你不用等 那可能有更多的时间上的选择 可以让你节省时间 但是没钱的人就不一样 没钱什么事都要等 反正没钱嘛 所以你最多的是时间嘛 所以这件事情 其实我觉得贫富杂局 在美国上一次 在总统大选的时候 民主党本来有一个花轮嘛 然后有一个杨安泽吧 我记得是华裔的 他们都有提到一件事情 就是说应该要给这个最低收入 而且是没有工作的人也可以拿的 为什么呢 我觉得这跟这本书里面有提到 就是说现在大家都朝着这个自动化 无人化去走 然后自动车的这个发展 也是在高速进行 可是未来其实非要有人的场合 非要有人的工作 这个选项是越来越少的 那我们大家都避而不谈 这件事情趋势发生的另外一面 就是这些人终究会无处可去 那他终究会老 他有健保 有医疗上的需求 他有工作上的需求 他需要生活 他需要钱 不管是治病 不管是生活 可是这个钱从哪来 那他这个杨安泽也好 还有这个作者 Scott Galloway 他们的我觉得有一种 不约而统的想象 就是说如果说未来真的要有 这个税制上的改革 是不是应该表现在 让这些失业的人 或者说让每一个人 甚至是贝佐斯本人 都应该拿到一个 不工作也可以拿的 比如说每月一万块 我举例来说 金奈币一万块 你不工作你也有一万块 为什么要这样做 因为他可能未来 在未来的世界 比如说2040年 我认为也许是要补贴他们 他们还有能力工作 但是在未来的世界 已经没有任何一个工作 需要他做 这本书的第五章 其实我觉得 花了相当大的篇幅 去探讨贫富差距 他愿意工作 他不想变穷 可是他完全没有 适合他的工作 不是他不愿意工作 这件事情 其实是自动化的另外一面 他很深刻的去探讨这个问题 我觉得也适合大家去反思一下 因为很多人看到这本书的书名的时候 特别知道这位作者的时候 都会说 他一定在歌功颂的 他有多伟大 我说那你一定没看第一本 你一定没看第一本 他第一本已经开始在骂了 第二本继续在开骂 然后骂的又更凶 最重要的一件事情是在 整个疫情过后 其实我们有很大 每天看新闻 我们就看到一些省思 觉得疫情这么严重 有钱人还是很有钱 他的股票 他的房地产还是涨的 但没钱人 他就是没有工作了 或者他就是休无薪假了 或者他就是碰到 我今天没有开张 我就是没有收入的窘境了 有钱人越来越有钱 没有钱的人越来越没钱 甚至有一些中产阶级的 就一直在往 那个没钱的地方挤去 这的确是未来很多的 不管是世界或台湾 都要面对这样的一个问题的 好今天其实非常谢谢 我们周启元帮我们选这本书 然后跟大家来做这样一个分享 启元最后有没有什么 要跟大家提醒的 我要提醒大家 四启事在圣经的启事录里面 代表什么 我再跟大家温习一下 我记得两年前 我第一次来孕芬姐的节目 我有讲过 四启事在圣经里面 是瘟疫战争饥荒跟死亡 所以这并不是一个 好的证明的象征 所以大家对于未来 还是要节省工具一点 好非常谢谢我们 凤传媒财经中心的主任 老周跟大家做这样的一个分享 来听一首很好听的歌 谢谢老周 谢谢